大家好,我是中邦系统的子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苏珠绿月的这一款日用卫生巾的品质如何 那么这是苏珠绿月的日用卫生巾 这一款是某超市,然后相对来说卖的比较超香的品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包装 这一款外包装打开之后有个一拉贴是可以二次联合的 那像这种包装呢,你打开之后呢,它是不可以二次联合 这种产品我们女士一个月才能它一次 放到那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细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跑进去是不健康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包装的一个问题 这一款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包装 这一款呢,然后不是很常见啊 那么我们女士来月经之后都是一片片把卫生巾放在包里边 包里边有的时候什么都有,它会不小心呢,就会产生一种错开的一种情况 那不管它窜开多大多小的一个缝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是哪里呢 这一面是不是直接接触女性身体的那一面 那么这片卫生巾呢,就已经不再卫生了 被包包里边的细菌呢,就已经被侵染了 那么这款卫生巾如果女士在外出的情况下使用了的话 就会造成然后一定程度的一些妇科疾病的发生 再来看一下这种包装,它是不利于被窜开的 不容易被窜开,退一万步讲啊,当它被窜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它会然后有第二次 就是说对我们女性的一个保护,对细菌的一个隔绝 这一层是不会被窜开的,是高温粘合,只能用手来撕开 撕开之后放到这边 卫生巾最大的作用是用它来吸水,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吸水性如何 那女士每天最大的吸水量呢,是不会超过50毫升的 我们就拿50毫升的水来给两款呢进行一下检测 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取了50毫升的水,然后注射在第一款产品上面 吸水性相对来说不错的啊,非常完美 同样呢,我们再来取上50毫升的水 同样是50毫升注射在酥酥氯液的这一款日用卫生巾上面 吸水性非常的迅速,就能把水呢给它吸收进去 50毫升的水注射完之后,来观察一下两款卫生巾的区别 那这一款呢,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产物 那么我们中间这一款呢,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芯片 那咱这个芯片呢,是负离子磁化芯片 它的功效呢,是可以暖弓,杀盐消菌,趋味的一个功效 一会儿我会把这个芯片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进行它的检验啊 刚才我们注射了50毫升的水,是先注射在A公司的这个产品上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后注射的酥酥氯液 现在先检验酥酥氯液的吸水性会如何 可以看一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回升,这个是干燥的 那么再来观看一下,对方这个产品它是怎样的 非常明显哈,它已经把这个纸巾呢,完全的给它湿透了 那为什么这一款浓湿透酥酥氯液这一款却是干爽的呢 现在来观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材质 有很多女士在用,但是没有打开看一下它里面的材质如何 这种粗心的行为呢,就给了很多黑心的厂家一个可称之机 那么这个是绵面的摸起来比较舒服 但是呢,它的吸水性啊,真的很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呢,是一片纸浆,它是一片纸浆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解泡一下 有一些女士呢,会以为这是棉花 我在这给大家来解泡一下 这些呢,不是棉花,它是一些柔毛浆 柔毛浆呢,是一些废旧纸巾,废旧报纸的一些二次回收的物品 经过二次漂白之后呢,治虫的 卫生组织曾经报道过的这种产品呢,是80%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而且我们女士来月经之后,经血一离开咱的身体 短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细菌 再碰的这种不健康的产物,直接就是细菌大爆发啊 那么绒毛浆,然后有的朋友说看起来好像棉花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干燥的状态中是什么样的 从这里取一片新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真重的绒毛浆 撕开之后呢,非常明显的是一些小绒绒的东西啊,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女士来月经之后呢,是跟卫生巾它是零距离接触 而且呢,子宫内地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张开的 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些小绒绒 跟我们衣服要钻毛是一样的道理 就会被我们的子宫吸收到我们的这个子宫里面去啊 无法排除之后呢,就会形成子宫肌瘤 很多医生曾经告诉我,子宫肌瘤里面呢,是切开之后 里面是一半绒毛浆,一半浓血 因为这些绒毛浆日居月累之后呢,会排除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还是存留在女性的这个子宫里面去啊 那么我们肯定要注意一下健康 那么再来观看一下它里面会有一些吸水因子的一些产物 但是它是上下两片绒毛浆来夹杂了它 是大量的绒毛浆夹杂了少量的吸水因子 好,放到这边 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酥猪烈的这一款 首先呢,它的一个防侧露条 香的是非常的紧实,我先给它撕开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它的表层 这个表层它的材质是脱脂棉的材质 它是非常非常的干爽的啊 那么脱脂棉的是防止细菌感染 好,再来看一下它的里面啊 是什么样的材质把水分完全的锁住呢? 好,打开之后包装很完好 这里呢,会有一层薄薄的这个就是蛋糕的底托 它是食品级的 你把它扔在地上之后啊 几个小时就被封解了 不可以二次回收的一个产物啊 非常的健康 那再来看一下哈 这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一些吸水因子 吸水因子呢,是橙汁提取的 它是可以吸水可以锁水 但是不可以二次回收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它放在水里之后 几个小时啊 当时它就被溶解了 直接就被溶解 不可以二次回收 更健康更环保的一些产物 现在来观察一下 它这个吸水性、锁水性到底会如何 那我们来检验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纸巾是干燥的 那我给它捏碎它看一下 好,我已经把它捏碎了 捏碎它之后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哈 它这个纸巾呢 还是一个干燥的一个纸巾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 就是说潮湿或者说湿掉了啊 都是一个干燥的 那我们可以来观察看一下 我们已经然后把它的水分 在迅速啊 几秒钟的时间内给它吸附了 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水跑出来 我们的这个吸水因子总共的容量呢 然后相对来说是160毫升到200毫升的一个容量 再来观察一下底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都是一些胶条满满的 那么我们中间这个位置呢 是女士的私密处 她把胶条呢给它空出来了 这样就防止了一个 就说胶液残留在内裤上面 因为卫生机用完你就拥掉了 但是内裤还要心里再穿 上面如果有一些胶液残留在里面 上面的话是留下了一个细菌的滋生物 它是不健康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底座的一个材质的问题 如果一款卫生巾的底座不透气的话 精血一接触卫生巾 就要营造一个潮湿的环境 潮湿的环境呢是比较利于信心自生的 非常不健康 那么我来看一下 我撕它检一下啊 那么我撕它的过程中呢 有些朋友可以注意到 相对来说的话 它会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啊 那么这些锯齿状说明呢 它是里面是含有塑料的这个材质 含有塑料的话呢 它的透气性就不是很完美 现在来看一下苏州绿越的这一款的底座 那么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撕的时候 这个声音撕起来 然后跟撕纸张一样的感觉 而且呢 它是从线条的笔直笔直的状态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锯齿状 咱这个材质呢是手术手套材质 是透气不透水 不会营造潮湿的环境 看完这些材质之后呢 就来观察一下 那么每款卫生巾的一个核心技术 就是芯片 芯片就是每款卫生巾的核心技术啊 刚才我介绍了咱这个芯片呢 是负离子磁化芯片 它的功效呢 是可以暖功 杀盐消菌趋于味的 现在我们就来检测一下 这里呢有一个验钞笔 它是专门检验那个百元大钞真假的啊 我按亮这个小红洞的时候 它就可以来检测 如果你不含磁的话呢 你划任何的地方 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 没有任何的反应 看一下苏州立月这个负离子磁化芯片 它检验到了它的磁化啊 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这个功效 给大家再来重复一遍 它是暖功杀盐消菌趋于味的一个功效啊 那么我们就来检测一下它的磁 它的这个芯片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微生巾 它也是就说可以具有磁化 但是它的材质 然后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很健康 那么我们用这种火烧的实验来给它看 咱这个材质呢是纯草本的材质 当我烧它的时候 如果这个芯片它卷起来 说明它里边含有了塑料 如果我烧它的时候火蔓延的特别快 还流胶油的话 说明它里面还有了化纤跟化工化学 都是不健康的 现在来看一下纯草本的是怎么样的 烧的时候然后跟烧纸的一样感觉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灰烬呢 是慢慢的这种小灰烬飘落下来 没有任何的异样感 同时如果你要闻味道的话 它的味道呢 是一个烧纸张烧棉花的一个味道 特别的健康啊 它是纯草本材质的 那么咱这一款呢 是苏州绿叶日用的一款卫生巾 那么苏州绿叶的卫生巾呢 还有业用的 还有家常业用的 好 我的分享呢 到此为止 谢谢